旁班的需求量大增 那么交通部载今天公布了 第二波的离岛加班机要增加83个班次 总共有7500个座位 12号晚上6点钟开卖 另外春节高铁车票在今天就开卖了 结果今天就狂卖了30万张 不过因为今年订票的平宽增大了有三倍 民众都称赞是时尚最好买的一次 春节9天廉价从空中到陆地 各单位运输计划再公布 离岛管制航线及第一波加班机热卖 现在第二波加班机 1月12号晚间6点到8点开放网路电话购票 其中金门加开25班3000多个座位 澎湖则是增4000多个座位 马祖目前各航空都尚有空位 而台湾机场排班计程车 增布200辆运输春节旅客 今年的一个离岛加班机的部分 跟往年比起来跟去年比起来 大概会增加百分之三的一个座位数 至于历年都难订票的高铁 8号开放抢票的545班次 加开列车早鸟六五折起 由于寄出史上最多班次 加上定位信头频宽增大 民众纷纷喊今年订票顺利许多 春节廉价可以去哪玩 阿里山森林铁路或许可以考虑一下了 因为1月14号早上6点开始 首度开放网路订购 民众可以节省到现场购票的等待时间 记者综合报道